他面如此灰,眼中射出兽性的光芒,怒道,是你,是你,换下手将他们全都打死,大师伯和那个胖子,顾望了一眼,一步一步,向我逼了过来,子神仍然不断地叫道,杀死他,杀死他,可是,不等大师伯和蔡胖子逼近我的身前,那次天儿降的,喳喳之声,突然盖过了他的叫声, 同时,一个洪亮的,显然由扩音机传出的声音,自半空中传了来,道,每一个人,都举起手来,我们一起抬头看去,只见三架直升机,已然离地面极低,每一架直升机上,都有枪口向外面露出着,大师伯和蔡胖子呆了一呆,从一架直升机上,已然跳下了三个人来,那三个人落在卖街堆上,迅速逼滚了下来, 两个是警察,另外一个正是纳尔逊先生,两个警察举着枪,我们这些人,全都呆立不动,纳尔逊先生来到了,死神的面前,冷冷地道,先生,这一次,我们有了证据,谋杀,我们在直升机上,用远距离摄影机,拍下了全部事实的经过,死神的面部出处着,但没有多久,并已然恢复了镇定, 向石宣平一指,道,是这个人先向我妻子动手的,我是为了保卫我的妻子,纳尔逊先生摸出手铐来,道,这些话,留到法庭上再讲吧,拍拍,两声,死神的双手,已被靠住,死神回头叫道,你们快走, 他自然是想叫我大师薄荷蔡胖子逃走,但是此际,三架直升机都已然着陆,总共有40名武装警察,包围在我们的周围,我大师薄荷蔡胖子,插去也难以飞出了,纳尔逊先生想的十分周到,他甚至带来了医务人员,医务人员在检查了石宣平和黎明梅后,说了两个十分简单的字,道,死了,纳尔逊, 向我们望了一眼,道,将他们一起带走,我因为受了伤,所以有两个警察,途助我上了直升机,我和时局,和紫璇在一架机上,那四个大汉,黄俊,施维亚和尸体,在一架机上,蔡胖子和我大师薄两人,在另外一架机上,纳尔逊可能以为我大师薄和蔡胖子是两个无关紧要的人物,因此只派了六个警察看守他, 但两个小时之后,纳尔逊先生便知道他犯了一个极重大的错误了,因为在直升机起飞之后的两小时,当直升机来到海面上的时候,我大师薄和蔡胖子两人,轻而一举地制服了那六个警察,从高空跃到了海中,纳尔逊和我,我们所有的人,都眼看着他们两人,跃到了海洋之中,但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, 对于大师薄和蔡胖子两人的逃脱,我实在是又惊又喜,子神的面上,却泛出了微笑,并且恶意地向我,忘了半晌直升机在法义边境的一个小城降落,我们立即被转送到巴黎,在巴黎,我被送入医院,在医院中,我做了不知多少奇怪的梦,甚至于,我希望这所有的事情,完全是梦, 第二天,我事实上已经复原,纳尔逊先生来了,和他一起来的,还有黄骏,世维亚和时局,时局见到了我,并哭了起来,纳尔逊屈前,向我握了握手,道,你们几个人,并未曾被控,虽然,警方可以控告你们聚众欧洲的罪名的 谢谢大家